比如新疆 hour Asia展明 hello大家好 现在给大家介绍烦式的 是加拿大野生海参鸡丝汤 当然现在需要准备以想取理材料 当然的汤的 些鸡慧 海芯是很野味的海鮮 一定要用紅蘿蔔,紅蘿蔔給你一個甜味 海芯用的鹹味比較溫和 現在只要切些柔的紅蘿蔔絲 也有些雞絲已經做好了 材料有薑絲、紅蘿蔔絲、雞絲 還有冬菇絲 還要切些冬菇絲 基本上湯羹,通常絲是想切柔一點 比較容易入味 海芯和雞絲我都是製過的 都是餵了味才溶 基本上有些材料是要早預備定的 但有些人喜歡用冬菇是比較天然的 其實用冬菇水也可以 當然,主角就是海芯 海芯有筋有成是很漂亮的 也很有彈性 通常我們按著它,這樣慢慢切絲 尤其是我們加拿大的海芯 在這邊大西人的海芯 你看它的顏色是紅色的 其實是因為它裡面的礦物質 這裡的水裡面的泥 礦物質是特別豐富的 所以它的顏色和養分 都是比普通的海芯的營養價值高很多 當然,加少許雞湯 有雞絲 就是想湯的雞味可以進去 因為這些海芯本身 尤其是海芯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現在可以大家看看 這裡基本上是我們這個湯的材料 有些芫荽、海芯 切絲、雞絲、薑絲、筍絲、筍絲、雞肉 調味基本上都是鹽、小糖分、蠔油、麻油 我們基本上就可以開始做了 開了爐先 我們現在開始煮湯了 基本上 其中最重要的是 那些薑 都是要微微煎 它的味道才會出 加少許油 然後爆一下薑絲 某程度上 然後我想炒一炒雞肉 因為雞肉本身 我已經煮了 用手拉絲出來 但是雞肉 都想用冬菇味和香味 薑絲的香味 再走進去 紅蘿蔔絲 蒜絲 當炒到差不多 你覺得 你聞到雞味 聞到冬菇的味 之後 我習慣上 通常想 撞到雞湯 因為雞湯的味 就會令味 全都揮發出來 其實你吃海參 最重要的是 因為海參的養分是水溶的 如果想溶的水 有很多人說 煮米粥 煮粥 基本上因為海參的養分 是水溶性的 現在看到水差不多滾了 我再加一點水 之後調味 其實調味 你是吃海參的鮮味 鹽 蠔油 通常我最尾才會下 因為煮湯 鹽西太早下 因為煮熟 頭會變得深色 所以我最尾 等東西滾了 我才會下 鹽西 其實這些是封劍游人 你可以多加海參 你可以多加雞絲 但主要是海參的養分是水溶的 所以對健康是很有幫助 基本上現在的湯已經滾了 現在先加一些鹽西 其實鹽西不要弄那麼久 你弄得很久 顏色會不會那麼漂亮 而且會變黑了 水滾了 當然這是一個羹 所以我們會打一點芡 這些我用的是豆粉 其實厚稠是看人的 看你喜歡吃蜆 比較厚一點的 或者什麼 有些人喜歡濃稠 但是我們 通常做羹 就想看到些絲 慢慢下 千萬不要太快 因為這些豆粉 生粉 你放下去 你要夠溫度 它才能起作用 如果你有時候 你都未基本上到溫度的時候 你太早加些粉 是可能會稠到 稠太多的時候 想夠就比較爛 我本身 我又不喜歡吃太多粉 有很多人通常都不喜歡吃太多粉 但是 食羹 一個個人見仁見智 有人喜歡加雞蛋 但是最後 加少許麻油 放下去 湯慢慢開始稠 你要記住 海參的養份 是全部水溶的 所以稠一點 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 湯一定要喝完 因為 骨膠原 所有 最好的東西 都在湯裡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加拿大野心海參雞絲羹